各位孩子們,晚安,我是老爸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總假10樣必吃的美食 這10樣我們真的找了超久 而且又請了在地人推薦 今天要吃10樣 1個打10個 1個打10個 那這就是我們第一樣的明輪蛋餅 明輪蛋餅非常酷 它有給你一個號碼牌 明輪到明依來,它就會給你號碼牌 前面有一個人會來這邊叫 你不用還不用點菜,它就會給你號碼牌 號碼牌拿到之後 上面有口味,你可以先選好 等叫到你的時候,在去前面就喝了 人真的超多的,超酷的 謝謝 謝謝 超好吃 到我們的第一樣明輪蛋餅 明輪蛋餅 我覺得要來夜市最機會就是東西排很久 它的東西很快,雖然它人還很快 我們來吃,我們點了醬油口味 因為要給小朋友吃 因為要給小朋友吃 它這個皮好甜喔 來看 好吃 啊 我吃一碗阿翰 你不能吃,你不能吃 我要吃啊 我吃一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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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口就好 吃點粉,你的腎頭吹不回來 要一百一百小時了 它是醬油 甜醬油 然後裡面的蛋 跟蔥 都是放比較多的那一種 它的蛋餅不是一般厚厚的蛋餅 也是一成本非常非常飽 你對它的蛋餅 你基本上就是吃到很多很多的蛋 然後蔥 然後皮很飽很飽很飽 這是第二間日傳章魚燒 來公甲一定要吃 你不看到它都很難抽大間 日傳章魚燒啊 是從我高中 喔沒有喔 從我 那以前拔沒有要做就是 對,從我大學時代就有了 它之前在裡面有一間 我不曉得裡面那一間還有沒有 可是現在這外面這一間它開得更大 要不要起盒 有嗎 要起盒 有嗎 日傳章魚小丸子 它可以選耶 你要原味還是芥末 你要加那個 那個 海苔還是芥末 我們選擇了原味跟海苔 看起來超好吃的喔 我的天啊 媽媽要吃一個嗎 很燙喔 大雞可以吃嗎 那我不能吃 章魚小不能吃喔 章魚小是點粉 好厚 哈 差不進來 差不進來 好喊 好... 好 Kä trusted 好不好吃 沒有 好不好吃啦 好不好吃啦 不然妳到底好不好吃啦 好不好吃 好吧吃 好不好吃 好燙喔 好燙喔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好燙喔 媽 ח正 第一次在我學生時代 就大概十年前 那時候進來是人擠人 要這樣子就是擠得進來 那現在來講可能人就沒有像以前這麼多 不過他現在整個腹地啦 是越來越大 人真的超多的 大家看 一個燙烤的按摩 不要辣 可以 馬上吃 謝謝 快喔 對啊 我們還比較快 你們剛剛比較長啊 對啊 我吃看看 馬殺雞按摩雞排 欸 這你可以吃欸 終於了 而且他沒有糖 他而且不裹粉 對 有味道 檸檬 檸檬 而且最主要沒有裹粉 我吃看看 你看看 看起來每一塊都很舒服 你看看到 不是跟我吃嗎 不是跟我吃嗎 給我吃 我吃看看 我吃看看 好 吃到骨頭 好吃 這個絕對是生蟲的好朋友 這是我們今天推薦的第三樣 按摩雞排 觀之嶺大餐 為什麼這觀之嶺不留家裡 他是我年輕時候的偶像 以前大家都覺得觀之嶺好漂亮 我還一心想把他取回家 他還好取人 這個是觀之嶺大腸包小腸嗎 吃吃看哪包 你來吃吃看 這個 手味很重 好 我要吃了 他的大腸包小腸裡面 還有放小黃瓜 然後菜脯跟花生 你還有酸菜 就是原味的 那我來吃 這是我們今天推薦的第四樣 好吃喔 沒辦法一口吃太燙 你 很燙耶 你是不習慣比較大肚的 不是不是 很燙耶 真的假的 你剛剛有看到這麼多肚 不是太大肚嗎 很燙 很燙 他的香腸是高粱味比較重的那一種 然後香腸裡面是瘦肉比較多 沒有什麼肥肉 糯米 糯米腸我覺得還好 香腸比糯米腸好吃 他們就是酒味比較重 這個大人吃比較適合 小孩子可能比較不喜歡 不過來豐價夜市還是挺好吃 因為我覺得很好吃 我老公排了半個小時 終於拿到地瓜球了 我們要來吃吃看好不好 生意真的很好 排了半小時 地瓜球 我要吃囉 幫我耗盡音樂 這個地瓜球就是 你小時候吃的那個味道 就吃得到最簡單的那一種味道 就只有一種味道 好吃 這是今天第幾樣 這是今天的第五樣 溫州鎮家鎮 這還有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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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